第一个,白宫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官邸和办公的地方,也是美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之一。 但是白宫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,只有一栋白色的建筑,还有其他的建筑,以及地下一个外人无法涉足的神秘地道。 这条密道在战时或是危机时刻可以当作末日掩体使用,它的内部结构至今都是美国没有对外完全公开的秘密。 白宫在刚建成的时候是没有地下通道的,在1929年,赫博特胡佛总统在执政期间,一场大火严重损毁了白宫,他借此机会改造了白宫,建造了两层地下室。 最开始,这个地下空间主要是设备间,用来存放空调外机、热水器,还有一些物品的储藏间,当时没有想到涉及密道。 到了1941年,日本偷袭珍珠港后,考虑到美国参战的风险和总统的安危,罗斯福总统在这里的地下,修建了一个临时庇护中心。 这个密室位于白宫地下15米深处,内部空间可以同时容纳200人应急避难使用。 还有一堵厚度达到1米的钢筋混林土门,可以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情况下提供48小时的空气和补给。 这件密室可以防止核武器和毒气弹的袭击。 在密室内部还有一个去屋间,如果白宫遭到了上述武器的袭击,进入密室的人可以在去屋室里进行消毒,去掉身上的放射性尘埃,或是毒物后进入。 除此之外,密室内还有一条长度为232米的通道,通往白宫东面的财政大楼,可以在白宫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从财政大楼逃离。 到了2010年,这条地道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改造,主要是增加了多条逃生线路。 但是美国至今没有对外公开具体的路线信息,只是民间有传言,这条隧道可以通往西南方向三公里处的五角大楼,还有连接华盛顿市区的下水道系统,是美国绝密级的安全防护中心。 第二名,中国的816绝密工程。 这个工程的保密程度,高大年当时参与建设的人,都不知道到底在修建什么。 直到2002年,国防科工委同意对816工程进行解密,我们才有机会得知这个秘密。 它的地址位于重庆市福宁区白涛镇境内,是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,也就是为制造原子弹,提供核原料的地下工产。 为了保密,过去的地图上,甚至连白涛镇的地名都被抹去了。 1967年,一支6万人的部队来到白涛镇,一座名为金子山的山中,要在这里挖一个巨大的人工洞穴。 洞穴的深度达到了400米,总规划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,相当于14座足球场的大小。 建造标准是要承受100万吨当量氢弹的空爆袭击。 当时的工程人员预估,挖出这样的洞穴至少需要30个月,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。 结果这6万人,一挖就是8年,最终挖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。 这里所有的洞体都是由钢筋混凝土做了加强处理。 在大体结构完工后,工程队又花了9年时间,在洞内安装了核电厂房,热回路厂房, 主反应堆中央控制室,反应堆大厅,重水冷却室,放射性趋无厂房的一系列设施。 当时到了1984年,工程接近尾声时,却被宣告了暂停。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出现了豪壮,中美关系也日益改善, 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地下核设施了。 如今的816工程,是中国唯一对外公开的核反应堆项目。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,只有美苏两国掌握着核武器技术。 核武器的研发成功,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,从此也不再受人欺负。 第三个,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,有一条显为人知的地下线路。 它被人们称为莫斯科地铁二号线。 二号线连接着苏联最高的权力机构克林姆林宫,国家安全局, 弗鲁克沃二号政府机场,和一座秘密的42号地堡。 这座地堡也被称为斯大林地堡,是二战时的绝密设施。 直到2000年才被人公开。 这座地堡位于莫斯科塔干斯卡亚地铁章附近的一栋,普通两层黄色建筑下。 距离国家首府克林姆林宫的直线距离仅为3公里。 穿过厚厚的铁门,桌上升降机下降到地下65米,才能进入这个神秘的地堡。 42号地堡由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局设计。 按照最初的规划方案,这座地堡的使用寿命为400年,而且工程要绝对保密。 除了总工程师外,这里的工人要每三个月更换一次。 它的内部就如同一个地下迷宫,没有地图就容易迷路。 在中央区域还设有总统府办公室,和克林姆林宫的几乎一模一样。 为的就是让最高领导人,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是在地下很深的地方办公。 万一被敌人入侵,他们还可以通过地铁二号线进行快速转移。 当时这条神秘的地铁二号线多年以来,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中,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。 直到1994年,一个俄罗斯极限探险小队,在莫斯科的地底发现了一条地底线路。 根据线路的规模不难看出,这是一条地铁线路。 而且这条地铁线的壁面,使用了模块化的快速安装方式。 这在战时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建筑方式。 并且探险小队还发现这条线路可以通往纳缅级的地下城。 纳缅级位于莫斯科和以南市中心的西南方向,这里是前苏联的科研基地。 当时驻扎着苏联最精锐的科学家。 为了防止德军的大规模空袭,在纳缅级的地底建设了一座可以容纳三万人的地下城。 最深处达到了地下120米。 2020年,一名探险者从一个隐蔽的路口进入到这座地下城中。 发现内部布满了厚重的防爆门,并且这里的电力设施还有应急装置,经过了几十年依然可以正常使用。 自来水管也是正常出水的。 可以看出,当时这座地下城是按照极其严格的标准来修建的。 虽然这些建筑的质量看上去非常牢固,但是总给了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。 我想应该没有人愿意是因为战争爆发后而躲进这里。 在二战期间,世界各国都为核战争,准备了很多看似顾落惊叹的末日堡垒,也为此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理。 但是,如果一旦启用这些设施,那么人类离最终的灭亡也就不远了。 与其想方设法打造最强大的武器,不如想想如何让世界和平,才是所有人的共同契约。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谢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